首先我谨向全体马来西亚同胞,尤其是华裔同胞,说声新年进步,恭贺新西。 同时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,我们不单只是希望在牛年有一番新的作为。 我们大街小巷都看到扭转乾坤这四个字,但最终决定性的因素依然是我们必须要做出主观的努力。 我深信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,十年前当我们面对金融风暴的时候,我们能够汇集全体的力量,度过当时最大的考验。 今天我们同样的必须以同等的智慧以及决心、毅力来面对这次新的经济风暴、经济大海啸。 我深信马来西亚国人有足够的智慧,在牛年不单只是充分地发挥牛镜,同时更希望的。 在新的一年当中,我们能够国泰民安,同时让每一位马来西亚同胞分享和平喜悦。 谢谢。 谢谢。